通過了所謂科技的方式 來向小朋友介紹到古早時 用來提出的器具 也通過了可愛的機器人 來出到題目 讓小朋友來找出正確的檔案 同時還有小朋友 將這個工仔和賣的圖案來做實料 利用到掃廟和導演 讓小朋友變成了一段時間的動畫 這項相當的趣味 又有夠有意義的典籃是 國務院和南市政府 來合作副辦的故宮議企園 所謂為興趣店 走在當中的台東國修來開門 故宮其實這幾年 一直在推進校進班的一個 所謂創客模樣列車 讓小朋友不用親自到 我們台北的這個宴區 能夠直接來享用 故宮的一些數位教育資源 那台南市大同國小 算是我們正式開展的一個第一站 希望能夠在我們小學生的一個 藝文素養上 能夠做了一個 起示範的一個作用 故宮坐坐坐的這個古堡 透過到所謂科技的方式 跟他們採取 當時來宿舍 畢生一間還有一間 可以看水 甚至是適用的器具 當時也可以畢生 第七成的七號名 這條電腦用到簡單 出名的方式 讓看到電腦的大小朋友 可以透過不同的海事 這次很感謝故宮 他把一些我們的故宮的文物 利用數位的科技 做一個微型的特展 到走入校園 走入每一個鄉鎮 希望所有的數位建設的基礎建設 能夠向外延伸 然後我們讓孩子 利用數位的科技的進步 能夠體驗更多更多的一些文化 甚至一些數位的發展 我想 在故宮義祺園的所謂圍 行電腦在台東 又少來電腦到16個 在電腦中間有6個電腦 包括郵避色的活動 跟AR、VR的體驗活動 還有所有的導演固定 在電腦也開放 好好來無憂作參觀 有慶祝朋友 可以跟台東 又少做連絡 南天新聞 等一下 台南采峰報道